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做张岩 我们看看他能打开几扇门 有请张岩上场 欢迎你 你好张岩 你好你好 先坐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张岩来自陕西西安 现在是在职研究生 你学什么呢 学服装设计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的家庭梦想是能给自己 还有我未来的老公 我的家人做 就是自己设计制作一身衣服 全家的衣服 对 好嘞 加油 实践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级 张岩马上开始你的挑战 来 第一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 一位小美女啊 看看第一扇门 你能否顺利的打开 是什么歌呢 特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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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都听过 你多大啊 二十三 还真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是吗 差不太多 笑什么呀 来吧 布拉格广场 布拉格广场 确定吗 确定 布拉格广场 在寻愿去腾下了希望 那春白鸽被等着夕阳 那画面太美 我不敢看 布拉格广场 无人的走廊 我一个人 跳着无旋转 不愿地放 平原人隐藏 没有我 你真的不习惯 布拉格广场 莫婵的怀疾 在寻愿去腾下了希望 那春白鸽被等着夕阳 不愿意 大牙眉 我不敢看 那个宝账 拥挤 달流 大一场 可以 谢谢王丹妮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布拉格广场 恭喜你 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 谢谢 来 继续闯关 第二扇门准备好了吗 好了 请按下门铃 加油 有的人说不清那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什么歌 仪式的美好 谁的歌 张少涵 到底是不是呢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打赏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 终于和天在地平线交汇 爱如果走得高远 应该也会更幸福相见 承诺长长很像蝴蝶 美丽的飞满雪让很不见 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 就像一定回来的春天 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 一路上寻找我一世的悲好 不小心当泪划过嘴角 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 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 只心虚找我一世的美好 有的人说不清那里好 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谢谢熊宇为我们演唱的这首 《仪式的美好》 恭喜你家庭梦想 今天积累到了两千元 是不是渐渐进入状态了 差不多 差不多了 对 我刚才在想 这个服装设计 会经常画一些服装的设计图 对 这个是就是课业必须的 就应该是在画 你跟我们看起点 你的效果图好不好 行 我们看一看他这服装设计的 到底怎么样 来 请看 不错吧 是不是都想找他设计服装了 你也别先给别人做 你要是能给我设计出一套衣服来 以后我在主持开门大集的时候 穿着你给我设计的衣服 这也是 您别说我爱真做了 哪呢 跟你今天这事还真的特别搭 这是什么 这是衣服吗 笔上 你逗我玩呢 没见过世面是吗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这只能看正面啊 看上去还不错 挺有设计感的 这腰身也出来了 这个衬衫的领口也有一些小设计 细节很重要啊 还不错 那你会给自己设计吗 我也带了 来嘛 你俩说啥都带下了 No 华丽丽 完全华丽丽 哦 这是你给自己设计的是吧 对 你的腰在哪 他的腰在哪 等一下 这个就是 你也遮不住啊 所有人的梦想 哦 梦想 不管男人女人 你看看 梦想当中的腰围 所以好多设计师 我看过 他们在设计衣服的时候 他们在画这个草图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腰画得特别特别细 但是我觉得应该从你开始 引领一种更加健康的穿着模式 别非得把腰设计的那么细 风雨一点 对吧 好的 现在审美多元化 多多的改变你的这个设计方向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设计师的 加油好吗 努力 来吧 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请按响门领 加油 老歌 什么歌 好大一棵树 确定吗 谁的歌 第一句是好大一棵树 歌名也好大一棵树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好大一棵树 谁唱的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听过这首歌吧 人到底是不是好大一棵树呢 我们来检验一下 好 让我期待开门大棵 好大一棵树 好大一棵树 除了一棵树 好大一棵树 无人被遭遇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深情藏我土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深情藏我土 谢谢曲杰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 现在已经打开了三扇大门 赢取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 我想知道的是 你亲友团今天来谁了 亲友团来了我的两个朋友 还有我的男朋友 我的准老公 准老公 都已经准老公了 我们来看看这准老公是谁 大家好 我叫张艺杰 是张岩女士的未婚夫 已经领证了 对 而且他们俩在一起还挺长的时间的 这个过程中 我知道张岩不仅是心灵手巧 而且她还是中国好女友 还是中国好媳妇 怎么讲了 他们手上的这两样东西 这是啥呀 张岩做给她男朋友的 这是七周年纪念日的礼物 张岩送给男朋友的 这是给你的一点故事 这里面都是些什么呢 她特意拍的那种小照片 然后就表达她满满的爱 东话效果出来了 特别温暖 连环画 那那个呢 这个的话就是张岩跟张艺杰 在这么长时间期间内的话 就是一块看的电影 这是很早 像2005年 这是05年 这个时候还没有电影叫 还有像后面的话 就有电影票了 但是电影票就时间久了 那些字都会消了 像有的都褪色了现在 所以全部把它贴在这个小本子里面 有计算过 就是看过多少场电影吗 这么多 小三百场不止吧 真幸福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祝他们真的能够携手一辈子 丫头 加油 放心 成功 祝福你 失败 还有我 行 有他一句话 那咱就继续往前走吧 好 第四扇门5000元 请按响 门铃 加油 我男朋友唱给过我最后一句 你不会相信 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 只求你明白 我们俩怎么唱这 什么歌 K歌之王 小的歌 陈英勋 陈英勋的 对 黑歌之王 对 是不是 让我们提到 开门 大 大 集 我愿意 我愿意试着了解 从此以后 拥挤的房间 一个人的心 有多孤独 我已经相信 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 所以我明白 所以我明白 在灯火阑珊处 为什么会哭 想不到你 若无其事的说 这样烂情 何苦 谢谢 谢谢梁柱 为我们演唱的这首 K歌之王 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 五千元 我觉得 学服装设计的女孩子 是不是心思会特别的细腻 特别缜密 不能说小心 细腻 应该就是爱图图画画 爱做些小东西 对 胆子呢 胆子大呀 胆子 正到有时候自己回想都会害怕 干嘛了 就是 我经常开车 就是我回家路上 如果有那个人打不到车 搭不到车 我都会骚他们 送他们 是挺好的 但是 不知道你没有关注过 前段时间的一些新闻啊 尤其对女孩子来说 是不是有点危险呢 所以现在想为后怕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路边 有一个背包的大哥 然后他背好多好多东西 然后我们家跟前 太屁了 打不到车的 然后我就把车停下来 我问他 我说师傅你去哪 他说我猜想去火车站 我说火车站还挺远 我说要不然我 送你到前面那个路口 你就可以坐公交车了 他说好 然后他问我多钱呢 我说我不收钱 然后我们就一直往前走走走走 然后我那个车前面 有一个挪车的电话 电话号码 他应该是看到那个号码 然后我就是回家之后 我收到一条短信 小妹遇到这种人 挺不容易的 然后我就说人们 就是互帮互助 我今天帮了你 现在想想 那大哥呢 还是说以后不要老拉男性 你要烧人的话 就烧女孩好一点 对对对 你这种行为 你这种做事的方式 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 对吧 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孩子 而且我们也提倡更多的人 能够在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多帮帮身边 需要帮助的那些人 但是同时你一定要注意 你自身安全 但是具体怎么注意 我也不知道 反正有你男朋友保护你 我们也放心 对吧 对 好吧 那我们就继续答题 第五扇门 是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你要继续走吗 要不然问一下第二亲我团 万一我摟不住了 来一来 来 连先第二现场 他们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关键是 你有信心吗 尤其是你 尤其是你 我尊重你的意见 你不要我帮助 我一定会帮助你 你们能靠谱吗 首先你们就是有没有信心吧 就问这么简单的一句 有没有 有 完了完了完了 没回答 没回答 还不如不连线 我觉得还不是不连线的 本来还挺有信心的 现在气势一下没了 没事 咱们不要受影响 继续走 因为我觉得我前面太顺了 我现在有点害怕 怎么办 继续前进 还是见好就收 收 真的 我 收是吗 不要受影响 靠自己的直觉判断 那我就收了 真收 收了 干净利落 收了 真收了 收了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也希望你今天虽然这钱不多 也能够为家人设计出好的服装 记得咱们俩的约定 也帮我设计 谢谢 没问题 好的 恭喜你获得了我们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感谢常喝七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你 张言 谢谢 谢谢